請起到 樂國夜音 美好公園 亮亮夜音 2023樂國夜音 正式登場 在台北市長角萬安與多位台北市議員 共同啟動下 樂國公園夜音季活動正式展開 內郭西步道旁數百株盛開的櫻花樹 在燈光映照下更加絢麗 讓參觀民眾直呼太美了 根本不輸國外美景 漂亮 非常漂亮 就漂亮到帶我媽媽跟阿姨來 來看這個燈會 漂亮 什麼樣漂亮 很像日本一樣風味 很像日本的風味 超美的 今年很漂亮 怎麼樣漂亮 很盛開 很盛開 這是什麼的感覺 其實就是 有不同的感覺 但真的很美 腳丸表示樂國夜音季活動 已經邁入第六屆 這處內郭西過去每逢大雨就會淹水 經過整治後成為提供大家 油氣的樂火公園 他也非常感謝各界的努力 才能在這裡展現非常漂亮的櫻花 我們內郭西過去 每次遇到大雨就會淹水 但是經過整治之後 也非常感謝我們在地的議員 里長們 以及市府團隊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能夠到今天展示漂亮的櫻花 都是靠各界的努力 腳丸強調 樂火夜音季跟其他地方的花季活動不太一樣 多了在晚上賞音的浪漫氛圍 2月14號情人節 是非常適合約會的地方 所以我都很迫不及待希望跟我太太 能夠來這邊賞音喔 但是也很擔心喔 來這邊太浪漫 可能又會有第四胎出現 所以還在考慮 但是呢無論如何 我覺得所有的好朋友都應該來這邊看一看 蔣萬也趁機在幫台灣單位打廣告 尤其12個行政區也有主題燈飾 大家到內湖樂火公園看夜音之外 也可以到大港前公園賞花燈 我們這一次2023年台灣燈會在台北 我們在12個行政區也都有主題燈飾 內湖也有 所以大家喔除了來我們這邊樂火公園賞音以外 也可以到我們這個大港前公園去看花燈 所以非常非常的熱鬧 主辦的台北市公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方面表示 樂火夜音季今年展期到2月28號為期16天 今年寒音提早綻放目前正式盛開季節 今年展區也特別規劃夜間光環境主題裝置藝術 搭配夜間賞音非常適合大小朋友一起散步度過溫馨夜晚 2月19號還有光音飛舞一同去親子活動 及解謎闖關遊戲 同時也將舉辦千罐飲料倡飲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在櫻花下 開心迎接春天的到來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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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